腌萝卜很多人都爱吃,但是自己做出来总是没有饭店里好吃 多加一步,腌出来的萝卜脆爽开胃嘎嘣脆 不一坏一保存,特别美味又下饭 做法也简单,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首先准备一个昨天晚上从树上摘的白萝卜 把外皮削干净 听一位老中医说,秋天多吃白萝卜,晒人参 切头去味 下面把萝卜分成三段 然后再切成厚部的薄片 这个厚度大约有一只宽就可以 最后再把它切成长条 切好以后放到一个干净的盘里面 接下来关键的一步,往里面放入20克白糖 10克白盐色的食盐 很多朋友做到这一步,都是直接加盐先腌制 腌萝卜,直接加盐腌制 那样腌制的萝卜只有鲜味 不够脆爽 放入白糖,腌出的萝卜脆爽不腥了 再放入几个切好的胡萝卜条 切好看又营养 用我发菜的小手,充分的把它拌匀 把萝卜条上面都均匀的裹上一层白糖 把萝卜条揉至像这样,表面晶莹剔透 上面盖上干净的保鲜膜 放一边,腌制50分钟以上 把萝卜里面的水分腌出来 这样才脆又好吃 下面锅中倒入200克清水 2勺生抽,大概100克 1勺蚝油50克 1勺白醋,米醋或者是沉醋都可以 半勺酱油 适量的鸡粉和味精,充分的搅匀 几块冰糖 几个姜片和一把花椒 烧开也不要熬的时间太长 熬一分钟,把花椒的香味熬出来即可 再用个漏勺,把姜片和花椒捞出来不要 下面准备一把不要钱的大蒜 改刀切成蒜片 三个洗干净的香菜切成对 小米椒斜刀切成条 切好以后先放到盘中 大家看一下,这时候的萝卜也上出了这么多水 像这样萝卜就腌透了 拿去一个看一下 特别的有韧性 准备一个干净的纱布袋 把萝卜条捞出来,装到里面 把口积紧放到鼻子上面 上面压一喷水或者是一件重物 把萝卜里面的水分压出来 里面的水分压出来之后 倒在一个干净的大碗中 这时候的萝卜吃起来 一点都没有苦涩味 嘎嘣脆,一点都不腥辣 把切好的蒜片辣椒和香菜放到上面 晾凉的料汁还能倒进来 我们这样腌的萝卜 用筷子把它拌匀 就已经非常入味了 看一下这个颜色 均匀剔透 一看就特别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腌好就可以吃 特别的简单 如果一次腌的多的话 可以找一个干净的容器放到里面 上面盖上盖子 放到冰箱保鲜 吃的时候取出一份冰凉嘎嘣脆 越吃越过瘾 关键我们自己做的萝卜干 不添加这个防腐剂 我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听一下这个声音 吃到嘴里嘎嘣嘎嘣脆 非常的入味又解腻 真的是太好吃了 里面的胡萝卜吃起来也特别的脆爽 好了 今天为大家分享 腌萝卜干的方法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感觉有食欲 先收藏起来试试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收藏转发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